我住在这里30岁 我第一次住在这里 我后来就离开了 离开了 这里是沿岸最好的旁边 我认为我一个孙女 很难过 冷月河风雨泛滥 加营多个住宅区 常年深受洪灾困扰 居民苦不堪言 尽管州政府 水利冠冉局等机构 已经策划 包括提升河滴工程等 长短期防洪方案 居民仍对有关当局的行动力 暴准疑惑 我们在这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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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至少10年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其他人在这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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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是尾巴 尾巴 一肩 它会老挡 在环境中 所以,我们想知道 有败买 是有败买的 是多久可以留下来 是谁会给你 大家想知道 我会知道 这些问题是 那样的问题 这些是全部都没有 这些是长的 是长的 不可以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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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些是SOP的 SOP的主义 大家都应该摆一条 但也应该这样 你这么说 我们是别人 只需要一件事 当雨时 当秋天 我们想吃和喝 和喝 一口 全部都在一起 你也不想再做 你也不想再做 面对极兴沸腾的民怨 雪州行政医院徐来仙承诺 将尽快落实相关措施 根除令民众苦恼的水灾问题 我会担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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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关 武力 沙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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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让他们发泄 让他们提出了问题 让我们就找出我们的方案 然后来解决这个 这个 这个 再加营 这一区水灾的 尤其在这个Taman RECO 这一带的Taman 因为他们全部是靠近这个 所以要解决这个 这个水灾呢 就要解决冷液河的问题 尤其是上游那边 那么希望呢 这个工程呢 可以在 这个 短时间内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 没有 你 没有 没有 我 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